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是 你们在Amazon Flags上面 寄到单子以后 怎么去它的仓库拿货 这个软件的话有它自己的导航仪 然后你可以选择用它的 你选择导航 一步一步就可以到了它那个地点 当然了我的经验告诉我 千万不要用它这个导航 去长远距离的时候 不要用它这个导航 你可以提前15分钟去取货 但如果你到早了 你就要在那边等 给大家看一下 我后面的话 应该有十几辆车在后面 好像12.45一到 整个流水线就开始冻起来了 虽然说我刚才前面 我的速度好快 我就跟着大家走 提前15分钟的时间到了 你也可以同时按下 你手机上面的check in check in之后的scan arrival code 是给工作人员按的 工作人员在那个棚子里面 他帮你scan 你把手机递给他 他就会帮你弄的 这边的话大家的车 就是在前面那个棚里 check in之后 你就把车倒车在那边 然后你看到那个穿工作人员 他就会帮你把东西分类 这小区都是你的 我待会再放镜子给你看一下 然后你只要把它装进车就好了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工作人员 你就把你的手机给他 他就会帮你扫码签到 签到之后他会跟你讲说 去哪个站台 台上会有你的包裹 一般他会跟你说一个号码 说去10号8号7号随便他说 然后有时候他就叫你直接 叫你说左边右边 跟着前一辆车的 在前一辆车旁边就好了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包裹 看 我觉得我有40多个包裹 哇 以前看他收包裹多么开心 可是今天是要送包裹 最难的 最难的是这 这钱 这包裹全部都是我自己送到 放到车里去的 他们不会帮你弄 我会另外开一个视频 讲怎么去归纳整理你的包裹 因为这个决定了你送货的速度 OK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 所以我要再开一个视频讲 不然的话这个视频太长了 你包裹都放车上放好了之后 你就把你的手机交给工作人员 他会帮你签出 签出之后你就可以根据手机上的提示 开始送包裹了 你包裹的总体件数和要具体要请几站 都会显示在你的那个软件里面 然后上面会有说第一件送什么 第二件送什么 当然这些次序也是可以转换的 我到时候具体跟你们讲 这是一个简单的活 这个Apama好恶心 进来要等人给你开门进 出也要等人给你开门出 我刚才就来回跑 累死我了 终于结束了3点46 所以我是从1点12点15分从家里出发 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我今天的战绩 我今天记得这个单的话 是从1点到4点半三个半小时 一共71块5 折下来是每个小时20块5毛 我的话是从 然后我是提前40分钟结束 这样剩下的话是每小时23块8 作为新手今天第一次的战绩 我还是很满意的 接下来我还做了3到4次的送货 时间都是处于3点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之间 我都提前了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完成我的任务 然后也给大家公布了我的收益状况 我会另外开一个视频跟大家讲 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整理包裹和运输包裹 我不知道别人的送货速度是怎么样 但我个人还是觉得挺满意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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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